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连续七年为汪涵庆祝生日 你永远可以相信天天兄弟 就知道失踪人口王一博会在今天回归 为什么? 今天可是汪涵涵哥的生日 王一博连续六年为涵哥庆祝生日 今天王一博也依旧如约飞扬而至 连续七年为汪涵庆祝生日 01,即使王一博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天天相上 但我始终相信天天兄弟之间的感情是绝对不会变的 王一博自从2015年成为天天兄弟一员 凭借自身的才艺以及个人魅力打动了观众 赢得了观众的关注 一直到2021年王一博从天天相上毕业 天妈哪里有王一博成长的痕迹 说王一博是在天天相上长大的也不为过 哪里的每个人都陪着王一博张大 所以说天天相上就像王一博的另一个家一样 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家 但家永远是孩子的港湾 有些感情不会因为时间与距离而改变 而汪涵可以说是王一博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他比王一博大23岁 但对待王一博而言更像一位止路人 如果非要形容一些汪涵和王一博的关系 可以说是如兄如父 如师似有 02汪涵曾经在节目中说过 王一博是自己最大的行李 要带好王一博 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 王一博是汪涵选中加入天天相上的小兄弟 可以说是对于王一博有着知欲之恩 而王一博也是个感恩的孩子 从王一博加入天天相上后 每年到汪涵生日都会发微博 为汪涵庆祝生日 所以今天一大早 很多粉丝肯定都盯着一博微博 等着一博发消息呢 事实证明 大家还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王一博确实发生日祝福了 虽然只有韩哥 生日快乐这短短六个字 但其中蕴含的真诚已经足够了 算起来 今年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虽然今年由于各种原因 王一博不能与韩哥一起过生日 但哥俩的感情一切都在不严重 03最后小编也祝韩哥 生日快乐 也希望王一博一切顺利 能够早日杀青 明天见 今天下午晚安 第二 哎呀 一点 小编 哎呀 小编 小编